男子和警方爆發拉扯 過程中使命掙扎 憑藉身材優勢 反將員警壓制在地 雙方從棋樓往外扭打 員警重心不穩 被壓倒在地 連鐵椅都被撞飛 路過民眾看不下去 通通加入戰局 警民合作之下 男子只能束手就擒 員警也立刻拿出辣椒水噴灑 成功將男子壓制 拳拉腳踢之外 好不容易壓到地上了 他也是想伸手去 隨便抓一個人去動手 然後再講說警察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這樣子壓制他 他沒有犯錯 桃源事發經過 原來當時黃心男子喝醉酒 到新北市三重正義南路上 一家超商購物 排隊時不小心被男童撞上 他竟然當場暴怒 做事要殴打男童 民眾看不下去 上前勸阻 卻反倒被怒甩耳光 這一幕全被警方撞箭 立刻上前拉開黃心男子 沒想到又爆發拉扯 男童被嚇到發抖 男子還不罷休 不只勸詐民眾挨揍 甚至還想挑戰公權力 這下真的倒大煤 雙手上銬被抓回派出所送辦 那你訓後依傷害罪 黃愛公務罪前 以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幾杯紅糖下肚 男子狂得無法無天 就連公權力也不放在眼裡 還想攻擊小朋友 索性在警民合作之下 前功將虛控罪漢壓制 但恐怕也在男童心中 留下不小隱隱 這位姚立場 尤濤 新北採訪報導